大家好,我是阿龙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那个桥框的设计 桥框的设计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有没有看到这个老桥皮是吧 这个铁线的设计是吧 这里距离这里是三厘米 为什么呢?有些人呢 他宜高一点有什么不同基础 这个是可以说是大有学问 像我们的新桥组一样是吧 它是圆啊,是汉的,这个VG汉的很漂亮 然后呢 这个蜜翁啊,你看它咬了这个VG 中翁它有一个特点 只要没有蜜元的话,它就咬皮 等于说把那个皮咬烂 这个铁线的三厘米呢 设计是最好的 经过我多么多年的研究 三厘米 为什么呢?这个拉线到三厘米 这个铁线有效的献计这个公翁再咬上去 如果呢,在我们 过冬的时候,等于说准备到春晚的时候 这个蜜蜂经常是咬到这里,咬破一个洞 直接咬完去了 那个草皮就剩下那么一点点 倒是它修补上来,就把那个孔修补为雄翁孔 那是最弱养翁,养翁也是最头痛的 所以这个铁线是献计这个公翁从这里咬上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把这个铁线抬高一点 抬高一点,就更加咬上一点 如果这个铁线一旦被咬上线的话 咬破这个危机的话 可能是咬到这里来了 第二根铁线 为什么有些人仰翁呢? 他从底部那里焊两条铁线 就是这个样子的 王子的公翁再咬上去 那公翁咬上去的话 这个做草皮就完了 是吧 这个老草皮是吧 好玩是吧 还有这个 这个重点的距离 这里也适合在3厘米 如果弄得太刷的话 咬密的时候 可能那个储密的被这个被那个咬密这个咬 骰出来了 反正整个这里整个骰一块肉出来 这个草皮都骰出来了 这个设计在3厘米 底刷上去3厘米 这两根线线不是很大 这两根铁线 有没有看到 是吧 这两根铁线 这个是在这里3厘米 这个在这里3厘米 三厘米 反正做两条线就是平均 是吧 如果你这个铁线设计在这里的话 咬密的时候有可能储密的位置 就被那个咬密机的咬出来了 这里呢 铁线你弄得太高 它是没有密的时候咬得更高 是吧 所以有些人呢 它不 风不多的话 都可以直接拉两根铁线 是吧 限制这个公翁没有密的时候 把那个铁也给咬烂 中翁咬皮是可以说是手本来的 所以也改变不了 只有意大利翁呢 它是不咬皮的 所以意大利翁呢 一张钞皮 虽然是老 是吧 意大利翁一张钞皮可以用8年 是吧 8年 新钞皮的话 它也有个特点 是吧 一样意大利翁呢 为什么它不喜欢用新钞皮呢 新钞皮它有一个特点 它做好的时候那个孔径 比那个孔径还要大 所以呢 它的右虫封盖率呢 只有60% 这里的老钞皮呢 由于它风出过几代级的 那个孔底部已经变圆了 已经变圆了 这个是 底部做好的话 它是一个菱形 所以它 刚刚封盖 第一第二批 封盖子的时候 只有60% 以后封盖第三代级开启的 它的右虫封盖率就比较高了 所以老钞皮跟新钞皮对比的话 为什么有些养意大利翁 它老是喜欢用那个老钞皮 同样是春环的话 老钞皮的话 又从成果率比较高 由于它 它的孔底部是圆形的 你这个是 底部的话 最好是六角形的 而且那个孔径 初一代公翁里面有一个简衣 简衣等于说 有一层皮在里面 导致了公翁的蜂蜂 那个蜂蜒蜒 开始孔剑会少一点 所以它用那个 那个右虫漆蜂蜂蜡 更加容易漆 所以它承握率比较高 甚至这个公翁 废那个发粉 废蜂蜜 蜂蜂蜂蜡 它土蜂蜂蜡的时候 不需要那么大量的蜂蜂蜡 跟发粉蜂蜜 等于说它不用多少 等于说可以节约 百分之六十 等于说它的发粉 蜂蜜蜂蜂蜂蜂 可以节约百分之六十 所以老潮皮 意大利翁最喜欢用那个老潮皮 可以用八年 但中翁那个是用不了多少 多久 一到月东 全部咬乱完了 所以中翁这个臭屌 就这个样子 它的那个野性难除 上这个潮皮 意大利翁他们也会加一点 那个新潮皮 但加的不多 意大利翁它新潮皮用来打蜜的话 那个潮皮薄一点 它储蜜 新皮的话 如果同样孔径深度的话 肯定新皮装蜜 比较老皮装的多 因为老皮的孔径窄了 窄了以后它储蜜就不太多 但帆风是有利的 所以呢 上这个新皮的话 意大利翁一般它加不多 加的很少 没有中翁加那么勤快 中翁加的相对比较勤快一点 所以呢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铁线拉的那个距离哪些顶级高手 你也不会 深深一点研究的话 你就发现这个工夫 一到将近春节的时候 春晚的时候 直接咬就把这里咬没了一趟 如果这个铁线没有限制的话 可能咬到这里来 甚至可以咬到这里来 如果没有铁线限制 甚至有些人为什么从这里拉两条铁线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是有道理的 经过多年经验的话 洋翁都是知道这个 潮框 是吧 那个潮框怎么样 不让给那个工夫给摇歪 因为工夫摇歪 一到大流密起来 它从这里补一块松翁下来 是吧 这个领域很头痛 是吧 这个角落头要搞一块松翁 是吧 这个是非常完人的 所以呢 意大利翁有不同 意大利翁它不摇潮皮 不摇潮皮的话 只能这个松翁做着那个潮框 角落头 潮框 边缘上面到处都有松翁 因为意大利翁它没地方做松翁 是吧 它只能坐在那个底角上面 做着松翁是吧 就从潮框底上面 再做一点松翁 有时候那个王台也会起在那个潮框里面 意大利翁那个王台 它也可能坐在那个潮框上面 因为底部上面没地方坐王台是吧 它做不了王台 它只能坐在潮框 有时候从底部 从这个位置敲出来 那个王台是吧 甚至有时候王台从上面那里搞出来 是吧 所以意大利翁的话 如果你不求王打密的话 如果你不清堂底的话 把那个潮全部倒出来 你是看不到那个王台 有时候从这里弄一个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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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翁的话是很屌的 所以到大流密起来 必须关王 关王的话 把那里面的松翁王台给割掉 不然的话意大利翁也会玩翁 所以意大利翁跟中翁不同 意大利翁甚至从潮框外出也做点那个松翁 做那个王台出来 中翁的话一般都是在潮皮里面做 中翁有时候从中间讲一个王台 也不奇怪 到时候有些人说 那个密封翻风跑了 他从前做了一个扫王台 你看不到他 由于平时那个风很厚 你只看那个底部 没看中间 所以为什么大流密起来 必须要清堂底 你不清堂底的话 把那个茶光全部逗出来的话 你看不到里面中间有个扫王台 有时候偶然这里有个扫王台 有个凹进去里面有个王台 你没看得清楚 那个密封就翻风跑了 所以中翁跟意大利翁有一点趋弯 所以今天就关一个潮框 也可以说是大有学问 不是一般人的话 如果你是不是高手的话 你可能感觉不到 到底时间长了 养蜂的时候 他妈那个中翁 为什么回到月东的时候 就把这个给咬了 开始杜萨的时候 就把这个咬了 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 他一年四季上了个五北一样五南 他们那边养蜂比较好养一点 因为他们那边是没有杜萨 杜萨时间很短 所以他们的密封 那个草皮都比较登角 像我们广东的地区就不同了 一到杜萨的时候没有密封 那个公蜂都会把那个皮 底部给咬掉了 到一开完 到秋完的时候 一开完的时候 底部再做一点松风 这个草皮 上面少了一趟 是直接影响这个瘫泉的挖掌 如果有些地区 它不断密缘的话 它是不会咬皮的 中翁是不咬皮的 只要一断密缘的话 中翁就会把那个皮给咬掉 所以导致这个瘫泉 挖掌不上来 特别是新手 如果没有一点经验的话 你会管理这个被皮咬成半块 那个就头痛了 如果咬成半块 也有办法解决 你把它挖了新房 哪怕你三个月的瘫泉 你不要直接把它挖新房 新房以后 就可以把那个底部的 那个咬掉了 从不是修补 如果外面没有密缘情况下 那个没办法修补 是没办法修补了 是吧 所以有些地区养瘫 就是难养 有些地区为什么这么好养 是吧 一年世纪都是长群 是吧 只要它那里有了 连续不断的密缘 哪怕的密缘不是大流密 是中等流密程度都可以 是吧 流密不是很猛 反正它一年世纪就不断密 是吧 所以呢 那些地方养瘫就好养一点 有些地方为什么不好养 就是这个原因 是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已经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我喜欢点关注 点赞 走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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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